然后之前跟大家讲了法喜寺呢是求姻缘很灵验 那么法禁寺到底是有什么由头呢 有没有看过三参三寺 三参三寺里面呢有一块石头叫三参石 那法禁寺呢其实就在三参石的边上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九 欢迎来到韭菜玩机频道 现在呢我和老蔡在夏天竺法禁寺 这个是三天竺之首啊 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了 我们现在先进到寺里面 然后现在来参观呢是要提前预约的 也是在他们自己的平台上面 如果这里买票的话呢也是十块钱一张 但我和老蔡呢就继续用我们的寺庙卡 一人三只 法禁寺其实不是很大 它是我们西湖边上唯一的一个泥众寺院 原来夏天竺的规模是最大的 而且是惠里和尚就是首先创办的 但现在因为经过就是好多年 然后又战乱什么的 所以就是重修之后它规模反而变小了 来大家继续跟着我走 那个法禁寺呢 它其实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店 就是药师店 它其实在那个战争当中 这个地方还曾经被当成东药库 然后后来就是恢复 就是重建了之后呢 它还就是按照那个 叫什么 他们的规制建了这座最完善的药师店 这是行目前为止行制最完善的药师店 风序31米 那法禁寺呢真的不是很大 它总共就只有三个店 然后最重要的呢 就是最后这个药师店 过了药师店之后呢 就是出口了 就出去了 是它的后门 就大家心心念念的三生石园啊 就是在这里 而且关于这个三生石 其实是有一个典故的 就讲的是那个原则和尚和李源的一个 友情故事 但是呢也不妨碍大家 在追剧的过程中来 实际当中寻找一下三生石的那种念想啊 这个山路也是比较老的那种啊 这个山路是比较老的山路的 其实从法禁寺到三生石很近的 大概就是三路走个五分钟左右就能到了 但其实这个点知道的人并不多 所以我们隆重的推荐给大家 不要错过 看到吗 三生石 这个位置很隐蔽的 大家要再爬上来一点才能看到 好 今天的法禁寺之旅就到此结束咯 请大家继续期待我们的视频 关注我们的频道 那么下期再见 拜拜